今天一开始切花糞池了 看这里 春天来了就是好 什么花都开了 大家看 我们家门前种的这棵梨树 花也开了 我昨天去镇上拿快递的时候 那路边的桃花开的好漂亮 就装的是那个卫生间里面的东西 出来就装到这里了 那怎么还能排出去啊 那不是很臭吗 红尾秋带 红尾秋带 它这里会间隔三个小池子 第一个池子就是说从卫生间排出来就在第一个 然后到第二个就只剩就比较稀释的一种 反正排到第三个池子就只剩一般的清水去了 再到尖一坑就没有那种渣质了 怎么就很神奇啊 因为它这种坑是密封的 它又发起来饭碗 这结果半一家它要去了它密封了它一花了嘛 它如果到一坑买一花药它过去来了 它在第二坑回去日清花嘛 这第二坑一会发到第三坑 它是精髓了 然后排出去就是清水啊 不是清水了 也不是清水 就是说没有什么气味的水 哦 哇 把那个山上面那个 它家里烧了个澡气 就是这种里面搞的很气劲 对对对 昨天我直播好多朋友说 那花芬池是我搞澡气的 我说好像不是做什么澡气 那澡气的话它里面还要装管道 哦就是用来可以用来做那个做饭什么的 对对对对 这里面还要装管道 这里面还要装管道 嗯 这里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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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第一次建 我叔叔刚才说后面的一个已经切好了 走等一下去看一下 我之前一直不懂为什么 就是卫生间里面的大小便出来之后 经过一个这个花芬池排出去的就是水了 今天我叔叔跟我讲说 它里面就是分三个格 然后到时候会密分起来 里面就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就是一层过滤 两层过滤 三层过滤 然后出去的时候就是水了 很神奇 有的家里面就是从这个花芬池里面接上去 然后接澡气上去 然后可以用来做饭 很神奇 不过这样也好 不用 我记得小的时候还要挑粪 挑粪去埋粪 什么的 这样直接就排出去了 排到那个沙水池里面 那两根粗的管子就是从这个楼的所有的卫生间里面接下来的 然后这里我看还留了一个大捆 这应该就是在这里接根管子 然后这样排出去 排到那个沙水沟里面 那里面 然后如果想说